他是最伟大的史学家 却因为帮李广的孙子说好话 惹怒了汉武帝 竟然被汉武帝废了男人的根本 由于匈奴人扣押了俗武 在二世将军李广丽的怂恿下 汉武帝系的直接要对匈奴再次用兵 这次他让李广丽做主力 让李宁从侧翼进攻 由于二世将军带走了骑兵主力 朕已经没有骑兵可以拨给你了 臣不需要骑兵 愿以少胜多 只要步兵五千人以族位横扫 缠于王庭 朕所要的就是你这股杀敌的豪气 由于林林战争 导致汉朝内部经济颓废 已经不像末尾大战那么才大气粗 只能给李宁五千步兵出战 可他竟然向汉武帝保证 一定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其实汉武帝对他寄予很大期望 在他眼中 仿佛当年的霍区兵又复活了一般 刚开始李宁打的还算可以 汉武帝满脑子都在回响着 霍区兵当年金戈铁马戏吞匈奴的场面 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闪亮的大耳瓜子 李宁不危险了 匈奴蝉鱼又增兵八万计 八万计 蝉鱼为了拿下李宁 从三万人马增加到八万人 李宁毕竟不是霍区兵 装备也不可同日而语 更让汉武帝想不到的是 李宁居然成了匈奴人的俘虏 期待汉武帝直接拔剑 对这人偶是一通乱汉 李宁怎么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呢 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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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战死 朕看他是缺少杀身成人的勇气 勇气 想当年李广也成了俘虏 但李广多牛啊 论是直接从匈奴人手里跑了 这李宁没有这本事 可杀身成人的觉悟总该有吧 这汉武帝对他期望越高 此刻就有多绝望 于是在第二天的朝会上 开始讨论该怎么处置李宁 俗话说想捣众人推 这大汉朝堂也是现实的很 将军李广丽直接站出来 疯狂对李宁进行输出 所有人都跟着众人 这时候汉武帝瞅了瞅司马迁 觉得这小老头似乎有一肚子话想说 于是让他站出来发表看法 要说司马迁也是耿直的过分 直接当众替李宁辩驳 李宁的五千步军 以难以想象的迅机和勇气 深入匈奴王庭腹地 匈奴蝉鱼当时亲领三万经济 与其血战十余日 竟不能胜 李宁故军转斗千里 最后是尸进道雄 而救兵不治 士族死伤 而血流成河呀 此乃何等凄惨壮烈之举呀 虽说李宁投向匈奴是大罪 可是咱们看问题要全面一些 李宁用五千步兵 对战蝉鱼的三万骑兵 居然还能硬抗时间还不输 足以说明李宁挺牛皮 可司马迁说的这些 可是当时汉朝的军事机密 他一个文官居然这么清楚 这更加人弄了汉武帝 汉武帝这一战 就是为了帮二世将军建立功绩 被司马迁这么一说 反倒将汉武帝的用意 直接暴露在众人面前 汉武帝是什么人 那狠起来连秦妈都敢吓唬的火炎王 那肯定不能轻易饶了司马迁 于是直接将司马迁关起来 不过在处理司马迁的时候 汉武帝还是给他留了火路 竟敢当庭与真辩论 就用辅刑吧 让他以后学会安静 可是和活路比死亡更凄惨 成为男人却为执行攻刑 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和身体的创伤 随后李宁全家被屠杀 而汉武帝确实错了 在李宁与苏武见面后 他将当时的打算告诉了苏武 假如当日皇上能原谅我的过失 保全我的家人 给我以时间和机会 我也一定会发愤在即 干出一番雪耻立功的业绩 皇上并不能体谅我的处境和苦心 竟自残杀了我的老母 阻住了我全家 必然至此 我还有什么可以顾念的 李宁的风波刚刚平息 汉武帝的后院马上又要起火 而他万万没想到 这把火烧的他家伙人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